俗话说,人不可貌相,但从古至今,以貌取人的情况似乎从来就很普遍 在许多男生眼中,女生高矮无所谓,但一定得好看 而在许多女生眼里,男的可以没那么帅,但一定不能矮 身高低于1米8,就是矮个 假如还不到1米7,则直接变成了一些极端人口中的二等残废 而在找工作时,某些待遇不错的行业也确实高个子的人更有优势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也是一个看身高的时代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矮人一等,家长们除了给孩子们增强营养之外 更有甚者,还会注射生长激素 不过,生长激素真的可以改变身高的基因吗?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欢迎来到郑姐局,郑姐一切不明白 全民鸡娃的时代,家长们不仅希望孩子学习出色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份焦虑也逐渐延伸到孩子的身高上 为了不让孩子的身高输在起跑线上 一些极端的家长选择了给孩子打生长激素 对于这些家长来说,打针或许要花不少钱 但是不打这针可能会遗憾终身 打生长激素的价格确实不便宜 生长激素主要分为粉季和水季 而水季又分为长孝针和短孝针 市面上粉针进行人均消费约为2万元 而水针进行人均消费约5.5万元 如果为了省市少打针,长孝进行人均消费则为15万元以上 虽然昂贵的长孝针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 不过出于安全便捷的考虑 大部分家长还是会从牙缝里省出钱来给孩子注射水蒸剂 而不是便宜一倍的粉蒸剂 知乎上有一位网友说 自己的父亲本来很爱喝酒 但是为了省钱 让妹妹每天都给注射生长激素 硬是把酒给戒掉了 在父母如此深沉的爱的加持下 生长激素的市场增值非常迅速 据西南证券估算 到了2022年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10亿 而生产生长激素的企业也赚足了钱 在国内能生产生长激素的企业并不多 且龙头集中度非常高 长春高新旗下的金赛药业 是国内生长激素行业的龙头 占据国内的市场份额为78.39% 而长春高新一年靠卖生长激素 营收就高达50多亿 利润20多亿 根据公司的年报数据 产品连续几年的毛利率都在97%左右 比贵重茅台还赚钱 旺盛的需求加上超高的利润 生长激素就这样成了某些药企的印钞机 让这些药企赚得盆满钵满 而生长激素利润丰厚的背后 滥用情况其实非常严重 尽管生长激素是处方药 但是真想开出来也并不难 市面上的生长激素 30%以下都是公益员销售 而70%以上都会在处方药 更容易开的合作医疗机构销售 与此同时 在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中 家长本就不必要的升高焦虑 也进一步被放大 不少医药代表利用家长想要让孩子 迅速增高的迫切心理 将生长激素吹捧成增高神药 无论孩子是否生长激素异常 都鼓吹其使用 为了拉拢正规医院的主流医生 这些医药代表向其承诺提成终身制 即第一个给孩子开出生长激素的医生 只要孩子一直使用 就可以一直有提成 用经济利益刺激医生多开生长激素 结果一些儿童 其实生长激素分泌是正常的 因为注射过量的生长激素 出现了内分泌紊乱等一系列的问题 杭州的一位妈妈在医生的建议下 给9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 由于短效水剂需要每天都坚持注射 虽然是电子笔是注射器 针头小但害怕孩子排斥 于是咬牙选择价格贵一倍的长效水剂 一周只需要注射一次 可没想到三个月之后 身高没长多少 却被查出孩子假性发育 还得注射抑制针控制发育 断断续续打了15个月 女儿才长高几厘米 本以为停针后通过运动饮食可以增高 然而效果并不明显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给女儿打针 这两年为了治疗 一家花了将近13万元 而在打生长激素的人群中 产生副作用的人群并不是少数 不少孩子注射后 会出现甲状腺功能暂时性减退的情况 并伴有疲劳乏力虚胖血糖高的症状 甚至有些孩子会出现 骨骨头滑脱脊椎侧弯的现象 家长们了让孩子长得更高更快 通过注射生长激素来拔苗助长 但往往失得其反 生长激素属于钛类激素的一种 由大脑垂体前液细胞合成分泌的蛋白质 主要用于促进骨细胞代谢 进而刺激骨骼生长 从而达到增高的功能 尤其孩子性成熟后 骨骼板逐渐融合 骨长度一般不会再增加 但是生长激素却可以让骨密度和骨矿物质含量增加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 他们体内无法分泌足够的生长激素 结果导致生长迟缓身材矮小 一旦错过最佳的生长时间 将是终身遗憾 临床上用生长激素进行临床治疗的历史 已经长达40年 而随着不断研究 重组生长激素的使用适应症的范围 也是不断扩张 除了用来治疗矮小症 各种可能导致儿童矮小的疾病 也会用生长激素来治疗 包括慢性肾功能衰竭 特纳综合症 软骨发育不前 胎龄小等 中华医学会数据表明 目前中国矮小儿童的数据 接近4000万 4-15岁需要治疗的患人 大约有700万 可以说 生长激素市场需求非常庞大 然而 每年就诊的患者数量 还不到30万 实际接受治疗的患者 还不足1% 不到3万人 药物治疗渗透率不到1% 重组人 生长激素在我国 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一方面 真正需要注射生长激素的人群 没有被注射 但有些不需要注射的孩子 反而被打了过量的生长激素 在不少医生看来 生长激素并非是洪水猛兽 能让真正需要的人用药 并且把握好尺度 其实在考验医生的医德与良心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无论男女对于身高外貌的追求 都无可厚非 但若因此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却是万万划不来的 要知道 生长激素的使用 本质上是致病 并不是美容于增高 更重要的是 家长们也应该恢复应有的理智 清楚地认识到 身高本来就是没有固定的标准 1米6会羡慕1米7 1米7会觉得1米8更好 身高受遗传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并不是靠注射生长激素 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与其过分迷信身高 对自己孩子的身高进行拔苗助长 还不如培养正确的三观 消除对身高的偏见 对于生长激素滥用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这里是正解局 正解一切不明白 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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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会